好的,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朵小花花啊,你看 哇,这光线有点糟糕啊 但是这不能阻挡我们这个小花花的魅力啊 好了,现在呢,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些环节啊 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部分 看 我们收线头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不好看的线头呢 给它做个整理啊 千万不要由于收线头而破坏了我们这个花朵的这个整体的样子啊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才好啊 好,然后把白色的这个长的这个中间位置这个线头再过来 其实你只要收好就行 而且没有影响花纹的这花朵的主体就好了啊 好,包括后边这个黄色的花蕊的部分啊 也给它稍微的记一下 实际上之前呢已经打过很结实的结了啊 因为这种黄颜色是属于棉线 所以打了一个结以后呢会非常结实啊 然后多余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放心的给它剪掉了 包括白颜色的部分 好,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六半的一个小花朵啊 然后我们要给它缝在它的左边吧 因为它本身这个红色和黑色太多了 所以我们拿这个浅颜色啊 来调节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色彩的效果啊 好,我们现在呢直接用这种这种线啊 给它把这个小花朵固定好就行了啊 而且非常的容易 并不复杂啊 跟咱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个缝合相比 它还是太容易了 如果你有白线最好啊 如果没有白线的话 我们就要尽量的绕开一些 非常敏感的一些位置 然后把它很巧妙的固定住 而且又不露出我们这个 这个线的色彩来 单线缝就完全可以了 好,我们要把这个每一针啊 都缝在花蕊和花瓣之间的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我们要缝在这个地方啊 这样,花瓣呢就可以再动 显得很活泼,不是很死板啊 而且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还把它很好的固定住了 同时啊,对 缝线的颜色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 不会由于这个缝线的颜色 然后影响了我们的发挥啊 看 即便是你用相同的白色线来缝 我们也尽量避免不要在这个花瓣的 这个这些位置啊 去缝合 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这些地方啊 如果你的是一个小宝宝 男宝宝啊 你就可以不给它缝花朵 但我觉得缝一个小花朵很有意思啊 因为这个瓢虫 它本身就是大自然里面的一个小动物 对不对 还有经常在花丛中间 所以有一个小花图啊 很正常 好了 缝起身之后呢 它就已经很稳固了啊 然后我们给它直接剪断了就好了 喜欢吗 在你们不留意的时候 我把这一面呢 缝好了啊 因为我真的好担心 我怕在直播间里面缝的时候 两个差别太大 哇 这都有点差别 还不错 对不对 好 为了让它的整体效果更加的明显啊 更完整 所以我们要求呢 在这两个位置呢 给它制作两个小球球啊 在帽子的这个地方 弄两个小球球 看你自己的情况 你要剩的黑颜色线多呢 就用黑色线啊 如果你剩的红颜色线多 我们就用红颜色线 如果你两个都剩下 但是都不太多的话 我建议你里边缠上黑色线 外边呢 给它用红颜色线啊 我们来给它做两个小球球 这个小球球不要太大 同时 千万不要超过这个球的大小 因为如果你超过的话 会感觉 太乱了啊 因为本身这个 这个卡通形象呢 它就有太多的 这个圆圆的东西了 好了 剪断 还记得我们当时 那个眼睛是怎么做的吗 跟眼睛的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依然是拿我们的 哎呀 我这时候应该换一个 别的颜色的线啊 依然是拿我们这个 细针和细线 在表面啊 一通乱缝 所谓的乱缝 实际上呢 就是为了把 表面上 那些无法控制的 活动性很强的 那个 扶着的毛线的线段啊 一颗一颗的线段 给它很好的固定住 给它绑住 我相信大家已经 非常有经验了啊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它的那个 眼睛的部分 其实相对来讲 眼睛的部分比 我们现在这个呢 要 难一些啊 每次进针 大家都要注意啊 我们只能在 哎呦 我们进针的时候 只能在它的 平行的 这个 叫怎么讲 十字交叉的位置进针啊 与毛线的 绕线 求这个线段的走向啊 必须要十字交叉的状态才行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固定住它 可千万不能那个 跟它平行的啊 如果相平行的话 那你就无法固定住 这些毛线了啊 我们现在之所以 来回来去的缝合它 就是为了把这些 表面的线啊 给它完全缝住 尽管两个 这个缝线啊 和这个本身毛线 这个色彩呢 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 你发现了吗 我们缝完以后 所有的线段 都被隐藏在 这个 毛线的这个绒毛里边了 不用缝得特紧啊 不要和眼睛一样 缝得特别紧 因为我们现在要的 并不是想要一个 它特别硬的一个球球啊 而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小巧的一个 给整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就可以了啊 没有必要 给它弄得特别硬 就是整体效果完成得很完整 这样一感觉就好了 其实设计的时候 还是有些遗憾啊 我们当时应该勾五个这样的球球就好了 然后剩下的两个 勾五个这样的小片 然后剩下的两个呢 就拿黑颜色来代替 对不对 而且那样的话 整体感还会更好一些 下次吧 下次注意吧 好 我结实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给它剪断了啊 另外一个的制作方法呢 和它和这个小球球啊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 侧过来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小球 就是起了一个 纯纯的装饰性的作用啊 然后它的整体效果呢 就是比较完整一些啊 另外一侧的小球球呢 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并不复杂 就是绕两个球球就好了 看你自己剩的毛线多少啊 首先固定的就是它这个线头的部分 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啊 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我们一起把这个可爱的小飘虫的帽子呢 就完成了 我之前讲过啊 我不会省掉任何一个环节 就会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把它一点点完成 现在你放心了吧 而且相信你一定啊 也为自己呢 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 佩服 为什么 因为最初的时候 你是怎样怀疑自己的 还记得吗 你当时认为自己 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小帽子吗 你是不是当时特别怀疑自己 甚至也怀疑到老师了 但现在好了 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还会教给大家 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一个卡通造型的 一个动物造型的吧 动物造型的一个 小可爱的帽子啊 最近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设计帽子 所以给大家推出的教程呢 也是跟这个帽子相关的系列啊 希望将来大家只要是一想到 哦 我要给宝宝支个帽子 就能够立刻想到我们的频道 在这里边你一定能够找到 非常非常多的 令你眼花缭乱的 各种各样的宝宝的帽子的造型啊 如果您有喜欢的一些形象啊 或者是一些喜欢的动物啊 可以跟我说一声 然后在密切啊 设计一些非常可爱的动物的形象 然后我们会制作成教程啊 让你和其他的这些编织爱好者 这些学生都能够学到 这些可爱的小帽子啊 好 找到正中间 给它缝好 现在你知道了吧 它真的不复杂啊 缝得非常结实 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再讲解 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头围的人 如果想要这顶小小的瓢虫的帽子啊 我们要怎样完成它 帧数是多少 向上支的高度是多少 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再重新的归纳 并且重新给大家讲解 这样你就会为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头围的人 支出非常合身的啊 非常适合他们戴的 这样的一个小帽子了啊 是不是很棒 现在非常佩服自己 对不对 你也会支小帽子啦 每一部分啊 都非常非常的可人 看着非常非常的招人喜爱啊 好了 下一个视频一定要来呀 好了 下一个视频